你好,我是奥兰多托雷希拉莱兹分卡斯托雷西里亚工 让我们一起考虑一下您想在西班牙购买房产 首先,你必须做什么,在投入资金之前,在签署任何东西之前 该财产可以是任何类型的财产 房屋、公寓、公寓、房屋、车、库城市财产、农村财产、任何类型的财产 要知道西班牙有一个公共实体叫做财产等 寄出西班牙所有的财产都在那里 业主同一等级业主 这些信息是公开的 您可以在财产登记处德加二页面上在线产月 我们将在描述中放置一个链接 在这个地方在财产登记处您将能够请求一份关于您想要购买的财产的报告期中将出 写业主登记业主您是否有任何产权 负担任和债务任和银行抵押贷款 以便 这样您首先知道向您提供该财产的各人实体知道它是您的 并且您确实可以出售它 这是您必须做的第一件事 我们可以在此过程中的任何时刻为您提供帮助 并且不要进入根本 不要输入任何内容页 不要签署任何内容 如果您向财产登记出所取 此报告成为简 但主事但他不批配则不要支付任何费用 出售该财产的业主 这非常重要在收到这份报告财产登记处的简 但说明之前不要投入资金更 不用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谦虚地说 我们在这件事上有很多经验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基巴亚每个城市都有在现财产登记出 有一个登记处可以向所有业主登记 所有财产并且该登记处受到法院和法官的保护 应对此有任何疑问 如有问题请随时通过五弹693023926 我们联系我们会将其放在描述中 我们将很乐意为您提供帮助 直到下一个视频上地保佑 问候并祝你有美好的一天